因为你长期主跑两岸的新闻 那你在现场看到很多学生 他们对于与中谈判 与中协议 他们有很激烈的反应 甚至出现了这种防卫的心理 仇视警戒的这种态度 你的感觉 其实我们到现场去 我们去看这些学生 他反服貌的一个诉求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第一个就是学生并不反对 台湾的企业到大陆去 他反对的其实是大陆的企业 那要到台湾来 那么这个又分成两块 其实一般讲的 我们讲说理法店这个 开放自然染的部分 确实这次是没有谈到的 所以不会有大局的这种 我们讲说大陆洗头 没到台湾来 这次是不可能发生的 白天洗头晚上洗脑 对 可是关键就在于 学生看到另外一点就是 资本的问题 也就是资本是流动的 大陆的企业不一定要来这边 找人 聘请人 他只要钱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找台湾来开 那这一块会引发 学生的一个忧虑 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 在看过去这几年 很多台商在大陆 他赚了很多钱 然后他回来台湾 我们看每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都有台湾协会会登广告 就支持 支持国民党 那么学生会有个忧虑 这背后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 一个逻辑 那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后果 所以他担心的就是说 你这个服帽 双边这样开放 我学生其实不担心 台湾的企业到大陆 他担心的是你大陆的企业 或者你资本透过什么样 背后的操作程序 跑到台湾来 来影响现在台湾 这种民主自由的一个生活 还有既有的经济规模 他们担心这个背后资本的运作